花莲玉里停车场出现一部防尘罩覆盖着的车子 看起来有点突兀 原来它不是停一两小时 而是停好几天 因为画面会说话 旁边的车辆都换了好几轮了 这部车依旧不动如山 等于是把工友停车场当成私人车位 停车场旁边94场 平日人潮众多 不只有人长期占用 甚至连摊商也来抢位 当场做起生意来 这样的霸占行为造成许多车主 根本找不到停车位 只能在路边临停造成交通乱象 实际访问当地民众 原本免费停车的措施 已因为部分民众贪图方便 造成他人困扰 希望正公所能改做使用者付费 抑止这种歪风 以目前义里证这些城镇 的规划跟停车场空间 已经大量不足 这是事实 正公所指出已经邀请花莲县警察局 以及玉里派出所交通组 一起做专业评估及规划 民怨能否获得疏解 外界等着看 民事权赵永波 花联报导